各隻最嚴重的那次是發生甚麼事 那次是我們吵架翻臉 超過半年沒有聯絡 因為我有些東西叫他在泰國幫我買 之前可能他去日本或其他地方 我都會叫他幫我買東西 但沒有一次會買得到 那次泰國回來他又沒有買 不要緊 我跟他去喝東西時 他拿了一袋東西出來 給他的朋友說我幫你買的手信 我那一刻真的很生氣 你在泰國幫人買手信 買折折兵也不幫我買東西 我對家人比較不太好 因為不需要有包袱 外人叫我時,我會儘量幫忙 因為我覺得保持一個友好關係 是一個生存之道 我亦沒有想到原來 從他的角度而言 我會否有心去幫他買東西 我把他跟其他人擺放的比重 原來是這樣 所以當時我真的沒有意識 他生氣的點是那麼深 但我那半年沒有聯絡時 我的人生可以說挺空虛 你那半年是怎樣的 我很開心 我當時不停在他身邊的朋友 全部都會說 一起出來玩玩 然後拿去那群朋友 不斷拍攝上社交媒體 然後他很生氣 其實我是很在意這件事 真心在意 一般來說,我跟他吵架 我一定會輸眼,因為我一定不夠他說 主動和好如初都是他的 我比較尷尬 不知應該怎樣把事情弄好 我想真正的朋友 有些事不用說得太明白 其實大家心照,大家清楚就可以了 也要感謝他在這些位置上 會主動的 否則可能我們的友情 不會保持到今年二十一年 新Live永明一百三十週年呈獻 你是我的後援會 今晚10時半,ViuTV